主料,黄花菜100克,辅量,油,盐,瘦肉,鸡蛋两个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黄花菜泡逊10分钟,洗净待用,瘦肉切薄片后剁成肉末,鸡蛋两个打入奶中,锅中烧水,水开后放入黄花菜,煮开后中火烧煮片刻,倒入鸡蛋,隔几秒钟搅拌,鸡蛋会成蛋花状, 再倒入肉末煮开,调适两年,肠胃即可,烹饪技巧,黄花菜是静女时热的食物,养损伤,胃肠不合的人,以少吃为好,平时残多,尤其是小喘病者,不宜食用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Qnews.xy获取更多相关资讯